雌性狗狗发情期的时候会从一轮流出血性蜂蜜物 跟人类的生理器一样 所以也可以称之为狗狗来大姨妈 通常在雌性狗狗8月0的时候就会出现发情 并且会普遍集中在冲秋两季 发情期的雌性狗狗通常会比较焦躁 希望外溜和交配 所以发情期的狗狗走失率会比较高 外溜时一定要牵几绳子 发情期的狗狗可能还会受激素水平影响 出现精神成育 食欲不正或是体温升高的情况 主人最好密切关注狗狗的状况 不适随整 如果是不希望配主的狗狗 最好在第一次来大姨妈之前做好绝育 这样可以最大限度防止狗狗患上子宫迅龙 和卵巢狼中等妇科疾病